你敢相信吗 三千年前的木乃伊居然开口说话了 2020年1月 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 伦敦大学的教授霍华德 竟然让三千年前的木乃伊开口说话了 他的名字叫尼西 此时约50岁 在卢克索附近的卡纳克神庙被发现 在陪葬品中了解到 他生前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牧师 每天都是背诵经文和祷告 可以称得上是靠声音吃饭的人 尼西的棺木上也刻着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希望死后也有人能听见他的祷告 而三千年后的现在 霍华德教授和他的团队 再次让这位牧师发出了声音 可以说是间接地帮他完成了遗愿 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发出的声音 当然这个是模拟出来的声音 研究人员用X光扫描了他的声道 重建并使用3D打印机复原了他的声道结构 而现在的技术也只能让木乃伊发出这种短促的声音 虽然木乃伊的舌头已经干枯萎缩 但科学家们也正在努力地尝试 让木乃伊能说出一些单词或是语句 为了研究他的声道结构 研究人员还把打印出来的声道 连接到一些乐器上 看是否能发出其他的声音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还能听见这位三千年前神父的吟唱 不过木乃伊发声比起欧洲人吃木乃伊 还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